直到看到傅元慧忍无可忍在家庭聚会上大发雷霆 才深刻明白摊上一群爱摆架子的亲戚究竟有多窒息 一向嘻嘻哈哈的傅元慧之所以如此暴躁的开卖 是因为等了一群不熟 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亲戚三个多小时 大发雷霆后 傅元慧被扣上了目无尊长的帽子 但真的全是傅元慧的错吗 作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员 傅元慧的假期本来就少之又少 与时正值元旦假期新年第一天 爸爸心疼女儿常年住在游泳队 时间被比赛和训练填满 所以组织了这场家庭制餐 希望能让傅元慧放松的同时 也熟悉一下家里的亲戚们 众所周知 年轻人都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但傅元慧为了不扫爸爸的信 还是起了个大早 连早饭都没吃 生怕别人说他迟到摆架子 按照约定的时间 和爸妈一起赶往吃饭地点 可谁知亲戚们接下来的操作 真上人眼前黑了又一黑 原本约定的时间是十点 傅元慧一家到餐厅之后 奶奶已经等候多时了 但走进包厢才发现空无一人 即使有点傻眼 但又饿又困的傅元慧 还是耐心地坐在一旁等待 而傅爸作为智慧的发起人 还特意在冷风中等待 以便第一时间迎接到来的亲戚们 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包厢里还是空空如也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又饿又困的傅元慧 耐心值逐渐下降 等到11点40终于来人了 第一波亲戚不紧不慢地到了 就在傅元慧以为终于能开饭了的时候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桌上的亲戚才能够不到一半 随时的傅元慧已经开始暴躁了 眼见就快一点了 人还没到期 傅元慧终于忍不住大发雷听 先不说傅元慧一家已经等了这么久 作为长辈的奶奶第一个到餐厅 让长辈饿着肚子等到一点 这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终于到了一点多 最后一波亲戚终于到了 可是菜上的桌还是不能吃饭 要等长辈说完场面话才可以动快 殊不知前面都是开胃菜 开饭后才是傅元慧肚结的真正开始 因为常年在外训练 傅元慧对在座的亲戚们并不熟悉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 很是尴尬 于是他提议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 一番同利人追尽的自我介绍 逐渐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说笑间傅元慧努力带动大家活跃起来 在好景不长 场子还是冷了下来 一大桌子人都在埋头干饭 没有一个人讲话 这和傅元慧心中其乐融融 热闹闹的家庭聚会大相径庭 但是能想到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接下来长辈们的人情世故 将原本就不活跃的气氛降到冰点 隔壁中的亲戚们开始轮番敬酒 见完长辈进世界冠军 眼前这烂糟的场景 让傅元慧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无奈还有一波亲戚 拉着傅元慧畅想未来 搁着肚子等了三个多小时 还要背后加入九州文化 傅元慧耐着性子和这群陌生人社交完 终于忍不住出去透透气 爸爸妈妈学后跟着出来安抚傅元慧 这对急性责人来说简直是折磨 尤其傅元慧还是一个追求速度的国家运动员 他将一肚子委屈 一呼脑地发泄了出来 情绪发泄完傅元慧回到座位上 他再次尝试主动带起话题 但节目播出后 网友纷纷将矛头对准傅元慧 指责他太过于自我 不将平民兴起放在眼里 可是对一个国家级运动员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傅元慧就曾因为0.01秒的误差 与冠军失之交臂 这0.01秒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况且这个元旦假期来之不易 假期结束后 傅元慧就要到国外封闭训练 紧接着就是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本身就无比焦虑的傅元慧 还要为这样毫无意义的家庭聚会 浪费时间和精力 真的很难不崩溃